据说这是一位超赡探险家 独自一人在野外探索时所遭遇的 他面对着相机挥动着手 在向观众们介绍着这里的情况 可是他的身后却突然出现了 他一直想找到的东西 上传影片的博主声称 他家里一直存在着一个 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他和家人都非常的害怕 而博主为了证明他说的是真的 只要他在家里 他就会打开摄像机来记录 一天他妻子在准备晚饭的时候 那个存在竟然还跟他的妻子 打了个招呼 这个存在就好像是 故意让别人来注意他 先是说了一句 嗨 然后把灯熄灭了 但让我奇怪的是 这盏灯在熄灭的时候 博主的妻子并没有在意 实在是想不通 正常人如果发现灯灭了 不应该抬头去看看吗 你觉得呢 一位来自墨西哥的TikTok的博主 和妻子经营着一所小商店 他一家人经常会拍摄一些 有趣的影片 但突然一天 他开始记录一些特别的东西 因为他两岁的儿子哭着告诉他 说看到了一个很可怕的小孩子 就在自己的家里 可博主寻找了很多天 他一直没有找到这小孩子 但是他却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其实他遇到奇怪事情可不止这一次 后面的日子里 这样奇怪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而且还愈演愈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 gehe字幕组在这个裤野 Contempl mentions 举这 举断的 绕枇党 来家伙隆 来家伙隆 在衣柜门打开的瞬间 似乎有什么东西 躲在了那黑暗中 然后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而播主也鼓起勇气 检查了一番 可是衣柜里 什么都没有 从那以后 这一家人决定 一定要找到这个存在 他们每晚都会拿出手机来录制 终于 他们找到了这个 不寒而栗的存在 在这里 你看到了吗 这张诡异的脸 是在盯着播主一家吗 博主声称 当他的手机拍到这张脸的时候 却无缘无故地关闭了 难道手机的关闭 也跟这张脸有关吗 而诡异的事情 并没有在这结束 相反的是 这只是个开始 播主的移动相机的瞬间 墙边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没看清对不对 没关系 后面会让你看清楚的 是这东西的移动速度太快了呢 还是他可以随意的 他可以随意的控制自己的显现呢 他就坐在沙发上 而博主一家现在还被这东西所困扰着 你觉得博主所经历的事情是真实的吗 一个停车场的摄像机拍摄下了这让人无法解释的一幕 车门竟然神秘的自动打开了 但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在开启车门后 车门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当然了 有人猜测 这只是反光 说看地面的落叶 那天明显是在刮风 可能是门没有关好 被风给吹开了 TikTok的一位博主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遭遇了超赞现象 他卧室里的一台摄像机竟然被打翻损坏了 没办法 只能再更换一个新的了 但博主更加关心的是 摄像机是怎么被打翻的呢 从这时候开始 他一直留意自家的监控录像 这不看还不要紧 自从查看了监控以后 博主在晚上 都有一些不敢睡觉了 不仅是在墙上看到了奇怪的影子 更让博主害怕的是 卧室里发生的事情 一个身材高大的黑色影子 竟然从博主的面前 站了起来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时候博主还安稳地在床上睡觉 换做事 我不敢想 不敢想 大约在晚上8点30分左右 一名年轻人在回家的路上 听到灌木丛里 传来一些嘎吱嘎吱的声音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鼓起勇气 想去探个究竟 这名年轻人在评论区里的回复 是这样的 那个恐怖的东西 跳出来以后 他就转身开始逃跑 但是这个恐怖的东西 并没有去追他 因为天太黑了 他也没有看清楚 那东西的具体样子 你觉得 这是什么呢 此次Kevin要探索一座 令人从心里发寒的墓地 怎么说呢 这墓地里的坟墓 也太多了吧 可以说是 多到令人头皮发麻的地步 如果有人告诉你 这座墓地特别的太平 没有任何恐怖的东西 你会信吗 这座墓地位于墨西哥的 阿里斯科州 是当地最著名的墓地之一 而他之所以著名 是因为这座墓地里 还有他的附近 都流传着许多许多的恐怖传说 而且还有许多许多的见证者 而此次Kevin的到来 就是想见证这里的真相 这里到底会不会像传说里那样的恐怖呢 五夜零点 Kevin踏入了这座墓地 走着走着 一座雕像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雕像应该是墓地看守者说的那名女性吧 那名一直为王夫苦泣的女性 但是Kevin却觉得 这雕像有些诡异 因为站在他的面前 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是并词 有些词 似乎说 似乎他在哭 对 说 祖 不是很恐怖 但你站在她前面 她的就很奇怪 你都在乱神奇妙 你都在乱神奇妙 我都在乱神奇妙 你聽到嗎? 嗯嗯 一番寻找 并没有找到那声音的来源 Kevin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探索着 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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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你 我听到你 什么事 你闻了吗 是的 声音又再次的出现了 凯文拿着灵体探测器 一路探索 一路寻找 可是他们依然毫无收获 但是周围这种 像是低语一样的声音 却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集 而且这中间还夹杂着一些 孩童的声音 女儿 我们已经听过你 这些声音了 感谢观看 那是什么呢 难道就是他一直跟着Key文吗 而且他好像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 他还在捉弄着Key文 那是什么呢 还没想到 啊,那妈妈 那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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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 flores son de plastico? No mames, es cierto Hey Hola Hey Hola ¿Hay alguien aquí? Sí, mira Tienes razón Porque incluso estas No les pasa lo mismo, güey No pasa, güey Porque si fuera el clima Sí Tronó el vidrio, ¿eh? ¡Hijo de su... madre! Güey, sentí que alguien se movió por aquí atrás Sí, es que se escuchó ¿Sí escuchaste? ¿Sí? Sí ¡Ah, no mames? ¡Ah, no mames! Te juro que sentí que había atrás ¿Estás... ¿Estás... alguien atrás de nosotros? No me vas a creer, güey No mames, ¿qué? No mames, ¿qué? La pila de la cámara otra vez ¿Otra vez? Quedan dos, güey A dos rayitas de terminación, güey No mames, no mames No mames No mames Está muy extraño eso del vitrino, ¿eh? No mames Uy, cabrón ¿Qué pedo? Uy, cabrón ¿Qué pedo? Se cayó la botella, güey No mames No mames No mames, ¿lo tienes? Sí Sí Sí, mami Sí, mami 喂 喂 no mames ¿estás captando esto? sí ¿tú aventaste la botella? 继续归务 继续归务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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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体探测器的指示灯全都亮了起来 这说明什么 大家应该都懂吧 而这也勾起了凯文的好奇心 他们继续探索着 此时凯文手里的灵体沟通器 却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恶灵 然而这还不算完 更加诡异的事情又出现了 发表手里拿的相机 再一次的没电了 这已经是第三块电池了 而这电池根本就没用多久 三块电池接连煤电 这也太蹊跷了 没办法 电池都已经用光了 只能换夜视相机了 可就在更换设备不久 一阵恐怖的声音 就好像是贴着他们的耳朵出现的 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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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看了 我们已经听了 我怕怕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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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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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verga! ¿Ya está? ¡No mames! Está por aquí, güey. Está rondando aquí todas estas criptas, güey. ¡No, ver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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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事件, Kevin觉得他们今晚的探险已经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了,因为这里真的像墓地看守者说的那样,太诡异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这里是飞鸿禁地,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点个订阅和小铃铛再走。 这能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起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黎明将至,我们下期再见。